还有就是 她让我把我前男友的联系方式 都给删了 但她前女友的联系方式 她还留着呢 不是 主要是有一天 我在她空间发现 她和她前男友的合照 知道吧 那你怎么留着 你前女友的那些烂七八糟的 我没有留的东西 就联系方式还留着呢 联系方式 那我联系过没 没联系过吧 那你为什么留着呢 就万一有时候 万一 万什么一呢 我就怕她有时候 有啥事求我 让我跟她办事 那那就为啥呢 就是过去了嘛 对不对 但是你不害怕 她一求你办事就死灰复燃啊 不会 我不会 怎么不会呢 你看她多霸道呀 她不是霸道 她是老想着 有朝一日 跟她前女友死灰复燃 所以她才会折射出来说 你看 你们联系就会死灰复燃 是吧 不是 真不是 太否认了 而且每次 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 都是我先去服软 然后跟她道歉 老师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大学里面的 这么一段恋爱 女生不知道为什么 一边委屈着 一边还接受着男生的管理 现在还好 大三 到了大四 真面临毕业选择的时候 这个可该怎么办呢 现在未雨绸缪就来这儿了 是这意思吧 是 来吧 一起进入 周比特稳缺 他不听他妈的话咋的 听你的话 不是 我想让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好 我就喜欢听这句 我刚才就听到这句了 你想让他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对 你做人有双标 当你要求别人的时候 比如在他妈这件事情上 你希望他做人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可是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希望他不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双向标准啊 对待他前男友的要求 和对待你前女友的态度 双向标准啊 当然我不是说跟前男友联系这个事是对的 只是你不能双向标准 要求自己和要求别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说他们爱有控制欲 我觉得你的控制欲才非常的强 你有这么强烈的控制欲 是因为你的自卑 你对于这段感情非常的不自信 不让他考公务员 怕他回老家飞了 不跟我在一块了 不让他去马术俱乐部工作 怕他遇到那些高大上的 那些成功成熟的男士啊 跑了 对吗 你不让他花钱 是因为你怕以后跟他过日子的时候 他依然这么花你的钱 对不对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意志吗 刚才我说的那几件事情 完全都是你的个人意志 小伙子 你自私 两个人爱情相处过程当中 你要多为对方去考虑 多给丈母娘一些尊重 多给女朋友一些体谅 反过来说女孩 你愿意啊 她也没逼着你说 我跟你说 你这个钱不存到这张卡里 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 也没有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都是有责任的 她占大部分 你占小部分 还想不想好好出 想 想 想的话就改 真的做到 让她用自己的意志去决定她自己的生活 然后让两个人都可以携手一起变得更好 好吗 好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紫洋老师 紫琦老师 男生 其实我相信你不是处于一个坏的目的来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天地很大 这个世界很宽阔 都出去看一看 不要兜兜转转在你是我的 什么都是我的 一切都是我的 兜兜转转在这样的小格局 小圈子里面 人是不会成长的 你这一辈子格局也不会大到哪去 家里有个小说叫《经所记》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看看那个母亲到最后是怎么样硬生生让孩子去吸鸦片 就为了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的 很可怕 很恐怖 不要变成那样的人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 从你刚才说的很多话当中 我感受到你对女性的不尊重 为什么在一个马术俱乐部前台工作 就会被别的男人成熟男人带坏 一个女性在社会上工作 无论是什么样的工种 她拥有独立的人格 你认为这个世界完全是男人的吗 你也太大男子主义 太男权了 我认为在马术俱乐部前台工作的姑娘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见识世面 可以看到成功的人士是怎样的 可以树立更多的榜样 我觉得是好事啊 你怎么会想到那么阴暗 除非你心里也是阴暗的 你的对她的控制其实源于不尊重 而姑娘我想说的是 不解放思想怎么独立啊 你无论是依赖于她 还是依附于你的妈妈 都是不正确的 你只有把自己心灵上 那个束缚解开了 我们内心没有束缚了 才能独立 我说就这么多可以供你们思考 关于你们的感情和聚合从 首先认清自己 自然知道将来心奏的方向 谢谢